另外来看看这一起的事件衍生 这是有经济博士背景之称的 天翼财经公司董事长温丰泰 他涉嫌合谋天银公司 并且成立了财经队长网页来招揽股资 六年来不法吸金高达十亿 而昨天晚间北俭搜索约谈相关的七个人 走出地检署不发异语 蓝衬杀男子就是天翼金融集团董事长温丰泰 在金融圈名气很响亮 如今却涉嫌吸金被减掉约谈 依违反银行法两百万交保限制出境 我错编了吧 而坐在温丰泰前方的男子 则是天翼投资公司负责人王志摩 一百万元交保 他涉嫌跟温丰泰合作招揽投资吸金 温丰泰身为公司董作经济学博士出身 还在大学教课 国内九成以上银行几乎都是他公司客户 借着创立基金队长的网页 交投资分析 但检调调查2013年开始 温丰泰跟天翼投资公司合盟 打着选择天翼如虎天翼的口号 对外以假借投资利宝多等金融商品 宣称保证每年利息可获得6%到12%红利 诱骗投资客上门投资 并从中收取款项 不法获利高达10亿元 台北地检署指挥调查局 兵分实入搜索 除了温丰泰还有公司财务长等亲人道案说明 如今号称国内最大贸易 融资受信系统的天翼金融集团 卷入吸金案震惊金融界 三连选女中线正想王家狠台北采访